那創下同時 臺灣事實上也好幾年來 第一次國防部擴軍 臺灣應對解放軍不只要大膽 而且要有實力 所以這個實力是從元旦開始 我們的陸軍在二十幾年 不斷的精簡之下 開始要擴編 一月一號開始擴編 兩個步兵旅 腰洞九旅和腰腰拐旅 腰洞九旅和腰腰拐 擴編之後 而且一直到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底的時候 我們要擴編三個步兵旅 然後這擴編的話 當然這對臺灣的整個軍隊來講 是很大的意義 從李登輝一九九七年開始 國軍的精實方案 開始把軍隊給縮減 開始來縮編 腰洞九以前是裝甲的機械化師 腰腰拐是最助手高頻一帶的 這時候就不斷地剪編剪編 甚至剪到是清兵中心 現在把它給擴大下來 尤其到馬英九的時候 還精粹當案 把我們的十二個師 變成十二個鋁之後 現在變成只有七個鋁 現在把它擴編上來 而擴編下來之後 他們不是只是步兵在地上爬 因為我們今年八月的時候 我們的雲豹二第二代假車 已經開始在上面裝腰洞五流炮 測試成功兩百五十架已經撥下去 很可能就是撥給這個將來要做 海岸防禦在攀岸殲滅 這樣三個新的步兵率去做這個準備 而這個攀岸殲滅裡面 其實另外一個 我們對中共的解那個解放軍的話 就是一定要把它在攀岸裡面 把它給打掉 所以我們在除了陀江艦 各種軍艦上面有熊二熊三之上 我們在整個陸上有那個陸上的飛彈車 是叫做海風大隊分成七個中隊 駐守七個重要的海岸 在公路上就可以直接攻擊 然後現在我們又跟美國買了岸置魚叉 所以現在國軍又決定把這樣一個海風大隊 再升格 再升級 他們現在的指揮官位階是上校 直接拉到少將 那少將就變成是他的整個整合戰力 就更強了 可能將來熊二熊三暗自行的 加上剛來的魚叉飛彈 通通是他管 所以在將來攻擊方面 防禦上面就是熊二熊三 彈頭小 但是靈活 所以他可以癱瘓 然後暗自魚叉 就可以把它摧毀 這樣子一個高低搭配 輕重搭配 就是我們一個反戰的一個更集體的一個實力 可在這個時候我們對中共一定要印起來是 賴瑞隆在立法院裡面特別提出來 這據海巡的資料 中國現在不但是正式的軍力 連他們的海上南螞蟻 那個民兵 漁船都越來越囂張 在三年前的時候 兩年前 中共我們抓到他的 偷挖倒沙的就71艘 去年600艘 今年才在台上11月底 3969艘 我們所以可以看到一些空灶圖 在澎湖外海 在馬祖外海 密密麻麻的 都是中國人偷殺船 所以大家懷疑說 他們這已經不是純粹偷殺了 有沒有軍事目的 有沒有萬船齊發包圍的目的 所以開始 首先我們就開始重新修法 所以今天立法院出審 通過所謂的海洋法 這個倒採的這種狀況 過去只把他們給沒收 但沒收這些漁船都沒有用處 而且很難處理 所以現在開始修正 加重罰則 這些人被抓到以後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就把他們給關起來 然後病科罰金 一億元以上 這個東西就是要開始在法律上 還有我們的軍力上 對付中共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謝謝煮刷